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李承轩格外用心 强点在零点零七秒发员 并写道 等着你回来呢 我的零零七 发音的时间刚好是零零七 老夫老亲了人还这么用心表白 细节之处可见真矮 李承轩晒了一张浪漫的表白场景 李承轩在浴室的镜子上用口红写着 Happy Birthday 我的七位超爱你 前后用了四颗爱心 给深夜回到家的老婆一个小小的惊喜 简直就是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桥段 李承轩站在镜子前语亲笔写下的告白词流影 李承轩2006年 开始的中国发展 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没想到中文字也写得那么好 简直就是最佳中国女婿 网友们看到浪漫告别后纷纷留言 七哥气得打名 怎么能浪费我的口红 这狗粮使得我心甘情愿 这样的浪漫男人真是羡慕 妈呀 这狗粮撒上千了 唯一肯过最甜的狗粮是七里香 七哥真的嫁对了 Happy Birthday 李承轩七位携手五年 结婚四年里 每一年都不会错过彼此的每一个重要节日 双方的生日及结婚纪念 日都要来一波告白试爱 2017年10月26日 李承轩为七位庆盛 赛了夫妻搭建楼腰背影 简单的一句 生日快乐宝贝 其他的话在背货里说吧 足够甜 2016年七位生日 李承轩录了一段女儿的声音为老婆庆生 刚会说话的Lucky用小奶音祝妈妈生日快乐 每一次为老婆庆生 李承轩超级用心 善于在生活中制造小惊喜小浪漫 夫妻间的浪漫日常超令人羡慕 2015年 李承轩忙着给老婆准备惊喜礼物 才没能感到零点第一个祝福 甜言蜜语都留在被窝里 2013年还没有公布恋情的两人就已经爱撒狗粮 借歌传情 知乎My Lucky 七 原来女儿的名字两年前就挺好了 齐薇与李承轩2013年开始相恋 从恋情曝光到步入婚宴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趁热打铁进展胜速 2014年9月8日 两人在美国举办婚礼 自年1月17日 齐薇在美国加州生下Lucky小公主 Lucky三岁以前夫妻俩从不在网上晒女儿 今年中旬李承轩带着女儿参加真人秀 虽然节目并没能顺利开播 鬼马精灵的Lucky大受网友的喜爱 高颜值高人气的一家三口备受瞩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承转